在家门口亲眼见到邱新华被警察按在地上 何燃凤和三个儿女仍不相信 自己的丈夫 自己的父亲 会是杀人不眨眼的恶魔 他们的心中还存在着一丝幻想 而此时的邱新华则向起儿大吼 快拿把菜刀 快拿把菜刀再给我 邱新华自觉脱身无望 死死地咬住干净李飞的右胳膊 李飞忍着剧痛没有松手 配合战友迅速地用手铐将邱新华锁了个结结实实 失去反抗能力的邱新华躺在地上 还在做着无谓的反抗 干警们将邱建人劝离 然后口头列举了一些证据 起初邱新华嘴里还哇哇大叫 死不承认 但渐渐地情绪逐渐稳定 直到逃无可逃 当被警方塞上警车之时 邱新华满怀悔恨地告诉自己的三个子女 要求他们在今后的成长道路中 要学他好的一面 而千万不要学他坏的一面 8月20日 因涉嫌故意杀人罪 邱新华被汉阴县官局刑事拘留 同年29日 经汉阴县人民检察院批准 由汉阴县官局对邱新华执行正式逮捕 整整逃亡了35天 牵着千余警民地毯市搜山20多天 这起特大变态杀人案终于搞破 得到凶犯被抓的消息 在陕西警方的协调下 千里奔袭而来的湖北隋州警方 率先对邱新华进行了审讯 面对讯问 邱新华沉默片刻 用手捂住脸 说了声 我对不起隋州人 他们全家对我太好了 然后开始交代他残忍 砍杀魏国父老汉全家的犯罪事实 就在邱新华被捕前的四天 即8月15日 魏国父夫妇和女儿同时出院 女儿恢复的还不错 只是偶尔会头疼 妻子徐某因脑部受损严重 出现了偏瘫 言语不清 魏国父自从住院以来昏迷不醒 半个月没有进食 只是偶尔的喝一点水 体重由160斤 聚减至80斤 骨瘦如柴 成了一个植物人 到了9月9日下午3020分 魏国父停止了呼吸 这一家好心人 太惨了 飞来横祸 真是令人吸血 2006年10月19日 安康中院审理后 当庭做出一审判决 以故意杀人罪和抢劫罪 恕罪并罚 决定判处邱新华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并处没收个人财产5000元 10月31日 上诉期满前的最后一天 邱兴华递交了上诉状 何染凤说邱兴华有精神病史 12月8日 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在安康铁道运输法院审判庭 对邱兴华案进行二审 在庭审中 法院主要围绕着此案的 两大争议焦点 既对犯罪原因的认定 和是否采取司法精神鉴定 控辩双方在法庭上 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邱兴华的辩护律师 陕西江华律师事务所 主任律师张化表示 他主要通过几个方面 感到邱兴华的精神 似乎不是很正常 第一 他作案手段十分残忍 不像常人所为 第二 邱兴华的母亲 和其他几位直系亲属 是精神分裂症患者 这种疾病有一定的遗传比例 第三 张叶会见邱兴华时 明显感觉他的表情 动作和神态 都和正常人有一些差别 例如他在看守所内 一直在写书 同时还在给国家领导人写信 谈论一些他对于国家政治 中日关系等 问题的看法 张化当庭举出邱兴华 所在村的村委会主任 村文书所写的 并盖有村委会公章的证明材料 以及13名村民的联名材料 证明邱兴华的外祖母家 有精神病遗传病史 邱兴华的母亲 明确患有精神病 建议法庭 对邱兴华进行司法精神鉴定 二审出庭检察官经询问后指出 张化所举的两份证明材料 均是由邱兴华的妻子何冉凤提供的 不是律师依据法定程序调查获取的 其来源不具有合法性 此外 检察官指出这两份证明材料 与官机关依法取得的相关证据相互矛盾 缺乏客观真实性 建议法庭不予采纳 法庭宣布择棄宣判 庭审后 省高院对辩护律师当庭列举的 两份证明材料进行了调查核实 村委会主任阮英刚 村文书何冉宝证明 他们给何冉凤出具的 村委会的证明材料 是在何冉凤的吉利要求下所写的 村民何冉奎等人证明 他们13名村民的联名证明材料 是何冉凤拿着村委会的证明材料 让他们看 说村委会都写了 你们也应该写 何冉奎等人无奈 只得写了这份证明材料 据此 省高院认为这两份证据 因来源不合法 证明内容缺乏客观真实性 不予以采纳 关于对邱兴华是否做司法精神鉴定的问题 京省高院查明 无证据证明邱兴华的亲属有遗传精神病史 也无证据证明邱兴华曾患有精神病 12月11日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方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何冰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教授龙卫球 清华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何海波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周泽 五位法学专家联合发表公开信 请求司法部门立即为邱兴华进行司法精神鉴定 公开信中说 在精神病学家提出质疑的情况下 如果不对邱兴华进行司法精神鉴定 将严重的损害被告人的权利 也将严重损害司法的权威 犯罪事实清楚 但司法程序的正义也不能缺失 不做司法精神鉴定 跟刑讯逼供在本质上是没有区别的 此案既是个案 也是典型案件 做司法精神鉴定 不是试图要帮凶手开拓 而是要维护法律的严谨性 12月28日上午9时 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 在安康市中级人民法院再次开庭 何一庭经过半个小时的庭审后认为 邱兴华故意杀人目的明确 且杀人后多次躲过公安机关的围捕 证明其有意识的逃避打击 在侦查起诉阶段的多次讯问和一二审法院审判中 其对杀人抢劫的动机、原因、手段及其场景情况 均做了前后一致的供述 回答问题窃提 思维清晰 无反常的精神表现 综上足以证实 上诉人邱兴华故意杀人、抢劫犯罪时 具有完全的辨认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 故对辩护人要求对邱兴华进行司法精神鉴定的意见 不予以采纳 陕西高院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 对邱兴华的死刑判决进行了复合 终审驳回邱兴华的上诉 维持一审死刑判决 审判长宣判完毕时 叫邱兴华的名字 邱兴华响亮地回答道 到审判长询问邱兴华是否听清楚了判决结果 邱兴华回答 听清了 宣判后 邱兴华被押赴了刑场 立即执行死刑 当法警押着邱兴华进入警车时 一名等候多时的记者突然大声地问 邱兴华你后悔吗 现场立即安静下来 甚至连本该高声制止的罚警也安静了下来 大家齐刷刷地看着邱兴华 邱兴华笑了笑 对那名记者说出了最后三个字 不后悔 2006年12月28日 九十五十分 邱兴华被燕名正身 押到刑场 九十五十七分 在安康市江北河岸边的采沙场 被执行枪决 终年48岁 何冉凤 在行刑前没有得到任何的通知 他感到现场是已经晚了 没有和邱兴华见到最后一面 何冉凤说 本来还想照一张全甲符的 现在已经不可能了 邱兴华被执行死刑后 众多社会学 法学专家表示 有四点需要解释 一 法律对罪犯的灵魂挽救失败 他究竟是不是有精神病 最终未能有权威的鉴定 这也使得执法的意义大大折扣 法律的尊严 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嘲弄 二是有关执法部门的公信受到损害 邱兴华的辩护律师张化 应该在开庭前三日接到开庭通知 而其是在27日上午11时 才接到安康法院的电话 准备的时间不足24小时 法院的这一做法 明显违背了程序法 另外 司法体系内早已得知 我国将在2007年1月1日 正式把死刑复合权 收归最高人民法院统一刑事 但只差了三天 在2006年12月28日 陕西高院迅速做出二审的判决 并且在当日执行 陕西高院此举 存在为平息民愤减少政治影响 而特意加快审判执行过程的嫌疑 三是失去了一次完善相关司法制度的良机 邱兴华一案的影响很大 应不应该对邱兴华进行精神鉴定 所引发的争论 具有法理探讨价值 现在邱兴华已死 此案戛然而止 许多后续的法律程序探索 无法再开展 四是 社会公众失去了弄清楚真相的可能 邱兴华究竟是不是有精神病 作为此案至关重要的一大真相 随着他的死亡 许多对此存疑的公众 也就永远地失去了了解真相的可能 从案情上讲 毫无疑问 邱兴华是罪该万死 但从司法角度来看 此案存在着很大的瑕疵 也许是受到了此案的影响 以后的绝大部分案件 只要辩方提出司法精神鉴定的要求 法院都会同意 这一点 算是此案给司法进程 留下的一丝丝正面影响吧 本案到此结束 感谢大家对老崔的支持 再见